与曼哈顿隔阂相望的新泽西哈特逊河岸 近几年一直人气飙升 这里与相对较低的住宅生活成本 宁静的居住环境 吸引着都市人来此安居 就在这片黄金水岸的一块高地上 由中国开发商德信美国自主开发的 豪华产权公寓One Park 一号公馆正悄然走入我们的视野 一号公馆建造在Clipside Park坚硬的岩石之上 我们发现这个Clipside Park这个市的社区 是在周边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社区 因为它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但离曼哈顿又不远 然后当地的社区的配套 医院 学校 然后周边的餐馆 超市这些配套都非常的齐全 可以说是在曼哈顿周边 一个少有的有价值的可以投资的区域 这个一号公馆项目从买地 规划 设计 工程 后期的销售和物馆都是由我们德信集团100%来控制的 它的整体高出哈德逊河水平面73米 正是这个独特的选址让一号公馆的住户即使在最低楼层都能俯瞰曼哈顿上城至下城这一整条绵长不断的城市天际线 一号公馆的建筑外观由厚实的玻璃木墙包裹 我们的每一户它都有它自己的景观 不论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还是乔治华盛顿大桥都有它自己的景观 透明的棱角切面和流水般的外观造型 生动映照在绿色植被和无边美景上 中国人常说的以山为林 择水而居 说的就是这里吧 我们一号公馆是被绿色植物所环绕的 包括我们街对面的这个小的周立公园 那里面有我们出资建造的这些儿童的娱乐设施 那么有孩子的家长那就会觉得非常的喜欢 不只是大楼的现代化建筑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公寓内的设施和用料也极为讲究 无论是巴西进口的天然食材 智能家居 控制操作 全自动停车系统 还是超过两万五千平方尺的多功能生活设施 在新泽西黄金水岸的豪华公寓群中都属于佼佼者 这个大楼整个建筑面积里面有十分之一 我们都拿出来然后去给住户做了未来的配套设施 那么提供的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四季的一个泳池 业主的私人会所然后私人的影院屋 屋顶的样观景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住户 进到我们一号公馆以后享受的不仅是您自己的空间 另外也是一个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的状态 我们引入了一整套的全自动的停车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的业主呢 只要把车停在停车的这个停车位上 然后呢就可以下车就不用管了 一个机器的手臂呢会直接把您的车送到一个全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车库里面 然后您第二天早上要取车的话 其实只用刷卡就可以 你车就会自动被取出来 室内的话呢我们也是引入了这个智能家居这样的一种概念 或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家的窗帘 然后家里的温度 然后包括电视啊音响啊等等这些 我们都可以在一个设备上进行完成 公寓的室外花园停车场 还有专为特斯拉智能汽车提供的充电桩设备 人们能在这栋富有前瞻科技感的公寓里 静享其生活的便捷和高端领域 一号公馆呢一共会为住户提供204套永久的产权公寓 一居室的起售价是49万5美金 两居室呢80万美金起售 新泽西州有很多居住的人群 他也希望能有一个跟曼哈顿相媲美的一个居住环境 能让他们生活 同时又离他们自己的生活区域又不是太远的地方 这就是Cliffside Park 哈德逊黄金水岸的地产开发 正以迅猛的态势向曼哈顿的豪华公寓看起 一号公馆以其极具吸引力的售价 多样的交通方式以及舒适理想的生活状态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亚洲客户的青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